孫安佐遭加控持犯罪工具 最重恐判刑8年 孫安佐因涉嫌威脅持槍早射校園 遭美國檢方起訴恐怖威脅罪 現在又在遭控持有犯罪工具 拥有美國律師執照的侯慶成說 可能是因為孫安佐的槍支編碼 無法追蹤 恐怖威脅是5年以下 例如說我們是非法自由槍支2年以下 律師還說 如果孫安佐試用非法途徑買到槍支 罪重則是3年有期徒刑 而且美國是分罪論罰 也就是說如果以最糟的情況來看 5年加上3年 孫安佐最重恐怕要面臨8年的牢獄 更慘的是 孫安佐遇上的助理檢察官的上司 上任時才宣誓要打擊槍支犯罪 看來孫安佐的律師有搶硬仗要打囉 東新聞台北報導